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疫计划 为病毒可能在美国扩散做好准备 湖北人大政协代表大部分都被隔离 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度传染性和致命性 中共官方极力隐瞒 日前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针的论文 证实了其中三个特征 无症状、高效传播、治愈后仍然带病毒 和戴口罩难以防护 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部在2月14日对外证实 该省最早确诊的两名武汉肺炎病患者已经康复出院 但医生发现在他们的体内仍然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 因此这两名患者仍然在隔离监测之中 安大略省首席卫生医疗官威廉斯 在省会议的记者会上介绍情况 他说这对多伦多夫妇在1月22日 乘搭中国南韩航班 在中国回到加拿大之后 50多岁的华裔丈夫病发 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经过医院隔离治疗 疾病症状已经全部消失 在两个星期前就出院了 但在他的鼻及呼吸道进行测试的时候 发现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即是还是攜带病毒 目前在家里进行自我隔离 第二名患者是这名男子的太太 亦被确诊检测核酸是阳性 但他表现为没有症状 即是没有发烧、咳嗽、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等症状 所以医院都没有安排他住院治疗 而是让他在家里隔离观察 他的检测结果同样是阳性 仍然攜带病毒 目前夫妇两人在家隔离 继续接受多伦多卫生部的密切观察 并且定期接受检查 出于对患者私隐的保护 安大略省卫生部是没有透露 两名患者的性命等具体信息 目前国际有关武汉肺炎治愈患者 出院流程的通用标准是 一、病型的症状 例如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必须完全消失 二、确定在24小时之内 两次核酸测试是阴性 不再具有传染性的治愈者才算是完全康复 上述病例显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不单传染力超强 还不容易跟随 即使是患者表面症状已经治愈 也同样可能顽固地留在患者的体内 医学期刊刺针网站在2月13日 发表了北京301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常德等人的论文 提为保护卫生保健工作者免受阿临床冠状病毒感染 所谓阿临床就是指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但没有症状的病患者 论文表示 据中共官方最新指南 武汉肺炎被列为B组传染病 与SARS是同类 但建议对前线医护用A组防御措施 而这些都是伏乱和鼠疫等高传染性病原体保留的类别 论文引述 多个临床病例证实 即使没有症状的人都可以高效传播武汉肺炎病毒 例如一名受感染的10岁男孩 他没有症状 但他的肺部影像和疾病血液标志都有明显的变化 另一名在武汉一间医院接受手术的患者 在发烧之前就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 而最新病例表明 阿临床病患者不单可以有效传播病毒 甚至是从急性疾病中康复之后 会大量攜带病毒 并且继续感染其他人 论文又提到 一名由武汉回到北京的专家 应该是指中共卫健委专家王广发 他先从左下眼检结膜研发病 然后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那个案例表明了传统的保护措施 例如口罩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 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例如N95口罩、护目镜和防护衣 以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 根据美国媒体《军事时报》报导 在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之下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柏 在今月批准了一个行政命令 指使北方司令部和多个地理作战司令部 为应对疫情扩散提前制定方案 包括命令指挥官为涉及范围广泛的疫情做准备 以及将近期曾去过中国的军人隔离 美国国防部分别在2月11日和12日 向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出行政命令 要求北方司令部执行被国防部命名为 流感及传染疾病大流行3551-13的全球行动计划 北方司令部在2月12日发给《军事时报》的声明里表示 配合国防部的要求 北方司令部和其他战斗部队协调 已议定出与国防部计划同步的谨慎方案 评估万一发生疫情时的潜在影响 并确保美国军队按规定做好准备 海军陆战队亦发出命令 指示指挥官检讨疾病控制计划 并采取准备及预防性行动 保护军人、设施及舰艇 其中包括 确保这些计划包含有回应和外界脱离接触 隔离和限制行动的程序 以及研究隔离及治疗可能接触病毒的人 这份命令要求 海军陆战队为2019冠状病毒病的潜在爆发做准备 命令要求2月2日以来曾去过中国的美国军人 首先必须打电话给军队治疗单位 通知他们曾去过中国 然后在住所进行隔离检测 住在开放式军营 或者和其他人共用浴室的军人 就需要在临时设施隔离14天 按照规定被隔离的军人 要每日接听医务人员的电话 或者接受穿着防护装备的医务人员的亲自检查 军人如果出现症状 必须谋求医务人员的注意 海军陆战队的命令 同时建议民职雇员 承包商以及任何军人家属 如果有人从中国回来 必须遵照疾病防控中心的指引 检查是否带有病毒 并且防止病毒扩散 其中包括自愿在家旁 限制密切接触的人数和动物 自我检测 一旦出现症状及时就医 海军发布的类似指示里 也将曾去过香港和澳门旅行的人 画入了隔离观察的范围 同时赋予指挥官灵活性 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隔离 曾接触过上述地区的人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在2月15日透露 湖北有118位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和43位我全国政协委员 绝大部分的人都正被隔离 而被免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职位的蒋超良 仍然是该省的中共人大常委会主任 湖北省要再开一次人大会议才可以罢免他 这令到当局陷入尴尬 而在香港有超过200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和36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回到香港要被隔离14天 香港成为今年两会要大大推辞的关键 在上海 200多名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是需要遵守小区封闭令 很多大城市、全国人大代表和各国政协委员 同样需要遵守小区的封闭令 北京西城区已经警告不要有大型的人群聚集 而召开两会的人民大会堂就是在西城区 按照惯例 今年中共两会应该在3月3日至5日开 日本共同社在2月13日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中共考虑押后3月初每年一度的两会召开日期 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收看 9白城网点ica 10 bands 甘酸 10 9 10 11 11 4 18 19